如果出去參與黑暴的教師 已經在受刑事調查 其實根本上他那一刻 都不應該在學校還繼續讓他教的 很簡單 因為你要想到那些學生已經是 其實有一個很高的風險 就是不斷地聽他們 還在說那些教你煽動仇恨 黑暴等等的東西 就是對整個國家產生的仇恨 可能他在課室裡還在說 我們怎麼去保護我們的下一代呢 所以在這些方面我認為 當然今天我們慶幸 因為我們已經有了國安法 也有了完善選舉制度 我們有一個比較好的環境 終於到今天我認為真的可以撥亂反正 所以在未來我覺得重點 今天很多同事已經說了 很多很好的建議 我只是補充一個方向就是 在處理未來一些教師的 主要操守的問題上 我覺得未來是家長都一起大家 去負有一些責任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因為就算在上一屆去到現在 我們都知道 其實家長是要靠一起去公開監察 當我們發現原來我們有些史題 大家不知道還記不記得 發生過的就是 有些扭曲我們中國歷史的史題 美化鴉片戰爭的一些內容的東西 這樣的東西都出得來的時候 那我們要大家一起 整個社會是家長一起發聲 那我們才令到當局 也都是立刻可以有迅速的行動去處理 所以家長的共同監察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希望教學局在未來 很多我們無論是課程 或者教師的教學當中 都要注意是怎樣讓那個家長 有一個公開的監察在裡面 這樣才真是令到我們可以做到 撥亂反正 因為我們知道 今天我們很多同事講得很好 其實無論是國家憲法的教育 家長大家都一起去看著 如果那些先生那些教師 是選擇用一種失德的方式去教我們 那些學生去扭曲這些東西的時候 那我們的家長 我們整個社會都可以一起去監察 一起去發聲 那這件事我認為是非常重要 最後我補充一點就是 如果我們要培養到我們的下一代 有一個愛國主義 有一個民族認同 除了剛才大家說的 認識中國歷史 認識我們國家歷史之外 我很認同剛才陳健波議員所說 必須要加入那個國際關係的元素 讓我們的小朋友下一代 或者我們的老師都是 他應該要明白到就是 我們整個國家中國 在面對一個整個國際人勢的時候 人家怎樣去對付我們中國的時候 國際關係地緣政治是這麼嚴峻 可能這麼複雜的時候 我們整個中國去怎樣面對 這件事是很需要的 主席本人謹指陳詞 請你們看看 我們台灣方的文化 我們要多判類 我們要多判類 我們可以去對付我們 我的天啊 這是個不適合的 我們要看到我們 有個不適合的 我們有一定的